三十多年前 台湾经济才在起飞 那时没人知道文创是什么 但陈东亮董事长与郑巧原夫人 就已经在文化里看到了创意 两人见到毛笔与化妆品刷具相当类似 就想何不把这项老技艺 变成化妆用的新玩意儿呢 于是两人在自家车库里 开启了化妆品刷具的生产线 因为品质优良订单不断 陈董事长导入自动化生产设备 增加生产效率 开始生产口红外壳 1988年 林宗明总经理 加入了台具 在林总经理的协力下 规模逐渐扩大 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工厂设置地点 两人跑遍各地 并决定在中国福州 设立台具在海外的第一个工厂 这里也是陈董事长 父亲的故乡 1991年 台具再建立专业配方研发团队 以针对世界各地的需求 研发各种化妆品配方 研发人员在此进行各项检验 例如维生物测试 重金属测试 重金属测试 稳定性测试 各项产品的开发和检验 皆向国际最高品质看齐 历年来不断获得ISO9001 GMPC等国际级认证 2005年 台具企业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实力 且在陈淑妮副总的努力下 台具积极参与国际化妆品展览 多次与国际通路商合作 获得成功 求心求病的陈董事长开始想着 是否能建立自己的品牌呢 走访过世界各地的他 酝酿着以世界城市为灵感的品牌 于是City Color诞生了 陈董事长先在洛杉矶设立办公室 打入竞争激烈的每家市场 2009年起 再让三位子女 分别在世界各地开拓City Color品牌 Jenny负责美国 Terry和Andy负责中国 而Terry则负责台湾市场 从此 世界各地的女孩们 都能买到City Color的产品 享受彩妆品 丰富多变的乐趣 台具专业经营 产品追求创新 秉持诚信原则生产及销售 消费者的需求 是我们的责任 从代工 研发 行销 一路走来 台具走过三十年 我们在台湾自创的品牌 City Color 还有十数个品牌 即将上市引领风潮 在全球横跨六大洲 五十余国 更有超过一百个彩妆品牌 由台具代工 打上台具集团 TJ Group的印记 TJ Group始终相信 当女人乐于改变 生活的一切将更美好 欢迎订阅 请问这些章谈 请问这些章谈 如果您没有 请问这些章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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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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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